洛杉矶飞上海 定 定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我终于要回国了 好开心啊 突然一下子 就是有一点脏脏 要去pick up我的新相机 哇好好看啊 嗨哩 是一个黄色的珍珠想开始 你跳完了吗 那我先做饭 做啥呀 牛舌 今天呢 我打算来做这个 前几天买的后切牛舌 看看这个纹理 再看看这个厚度 我觉得应该会很不错 我说你会想要去 我说我说一个很不错 我说我听到的 我说我这种很不错 我说我做什么 我说我应该会不错 我说我说我会不错 我说我说我说我妈的肥油 是什么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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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是什么 这个刚好就是我们的 我们家现在有的那个chic 那个灰 生灰 再买一个搭脚的 应该会很舒服 然后我们还在考虑说要不要再买一个两座的 因为我们家现在是有一个这种单座 然后还有一个像这个样子的三座 转脚还是说买一个两座 这种珍珠灰的颜色实在是太美了 有点想买这个 他们现在涨价真的涨得蛮多的 two-seater现在要接近六千刀了 就是有一点脏装的 有点滑 我觉得洗头已经能代表我对这个节日的最高重视了 洗了个澡 然后换了个衣服 穿一件非常宽松慵懒的这种大毛衣 下面穿了一个牛仔裙 也算是比较有女人味的一点搭配了吧 然后今天打算拎上很久都没有拎出门的 这一支飞马her bag 我在国内某宝上面 配了一根这样子的短的肩带 配上短肩带之后我觉得它好看多了 就背上水 你们看 是不是 哦对 有没有觉得这个耳环非常的熟悉 没有错 我还是没忍住呢 重新订了衣服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这好像有一个转角 打算一会儿出门呢 去办一点事情 然后出门之前要跟你们分享两件很让我开心的事情 第一件呢就是 我的新护照终于终于收到了 哇塞 历经时长 我从一月份就从下午一回来之后 就立刻提交那个补办申请了嘛 算下来到今天收到 真的已经快要接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预期当中真的 不会觉得是有这么长的时间 但anyways 在回国之前正式的收到了 这一下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回国了 哦 然后这次 因为护照照片是我自己提交给他的嘛 所以呢我选了一张特好看的照片 然后印出来呢效果真的很好 就比我上一本护照那个照片 好看不止多少倍 所以呢一张这么好看的照片呢 可以用上十年也算是因祸得福了有没有 今天收到我一看真的超级无敌的开心 然后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新的护照夹 它是一个奶昔白的颜色 之前我那个护照夹是粉色的 我真的很喜欢 但anyways 奶昔白也挺好看的 收到了新护照超级开心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刚刚收到了 MISOMA给我寄的 他们全新系列的一个首饰 我刚才已经全部都拆开看了 真的让我有 有一点眼前一亮的 因为我带MISOMA他们家的首饰 其实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嘛 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们绝大部分的系列都是那种设计感会很强的 然后很复古时髦的那种感觉嘛 但这一次他们这个系列 有一种想要回归极简的意思 所以呢想要特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它这个系列呢是叫做Hoop Air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圈式耳环的设计 取名叫做Air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很多款式都是那种分量感非常的轻 特别日常轻便让你戴在耳朵上面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而且每一款呢它都有 我记得应该是有两到四个不同的尺寸去选择 所以你无论说你是大圈耳环控还是那种小圈耳环控的 都可以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尺寸 然后我看这一次他们也给我寄了蛮多幅的嘛 所以呢从五幅里面我想要挑出两幅呢 然后送给大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不对 先给大家来看这个系列里面最经典的Classic hoop 就是我选了两幅一幅金色一幅银色的 然后是两个不同的尺寸 金色这幅它是一个超大号的size 然后银色这一对呢 它就是稍微小号一点的 但也是属于比较大号的一个 我分别给大家戴上看一看吧 超大圈这一幅啊 我觉得一戴上就是给我很强的个性跟时尚感 是一个非常自信的这种单品 也非常符合Misoma他们家的一个品牌形象吧 我感觉它特别适合我这种平时喜欢 把头发别在耳朵后边的 或者说当你把头发整个扎起来的时候 去搭配这种特大圈的耳环也是超级无敌好看的 而且他们的首饰现在用的都是可回收的唇银去度上18K的镀金 整个质感呢也是非常好的 这副戴上搭配今天的这个office真的好合适啊有没有 配戴的舒适度呢也非常的高 然后另外这个银色的稍微小一号的话 可能看上去呢就会更加的日常一些 你们感受一下两个size在我脸上的区别 这种特别圆润的圆圈式耳环 我觉得修饰脸型的效果也蛮好的 尤其是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脸颊稍微有一丢丢就凹陷的 或者说如果你脸型比较方整个轮廓 尤其是这边下额线啊会特别硬朗的那种呢 去戴这种圆圈式的耳环 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修饰脸型 以及说揉合你整个脸部线条的一个视觉效果 特别休闲的装扮呢我觉得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我去给大家找一顶我平时特别喜欢戴的那种鸭舌帽 然后跟它搭在一起来看看它效果怎么样 搭配上鸭舌帽是不是也很好看 哇完全hold住欸 属于那种平时出门你都不用思考 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搭配它的类型 哇好好看啊 OK接下来第三副的话呢 它整个尺寸的大小就会在这个银色的基础上面 更加size down一码 我这样拎在手上给大家看的更清楚一些 个头不大但是呢你戴在身上远远的就能够让人看到的一个类型 怎么样这个也是很好看的吧 而且它依然是一个特别百搭耐看的款式 这个系列的所有的首饰让我觉得说它完全不挑人 不挑年龄也不挑衣服 属于那种可以迅速的去提升你日常搭配的一个精致度的 另外两副的话呢我就不是带了 因为都是全新的嘛想要全新的送给大家 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比划一下 是带有一点波浪感的会显得比较的有女人味 然后呢优雅的那种气质 而且椭圆一点的这种耳环你们感受一下 戴在耳朵上呢它会更加有垂坠感一些嘛 所以对于比如说脸型偏圆一些的 就非常的适合了可以更好的去修饰你下半张脸的一个轮廓感 最后这副的话呢我觉得是整个系列里面怎么说 最有法式腔调的一副 它是扭绳一样的一个设计叫做twist 但它相对来说的话也是会稍微的比较小圈一些 日常就从早上戴到晚上各种场合呢 你去搭配它都没有问题 粗细程度方面是会稍微比较粗一些的 虽然小小的一只 但是呢戴在耳朵上面也是很有存在感的一个款式 要送出的这两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喜欢吧 然后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点赞今天的视频 在视频下方就任意留言就可以参加了 我会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呢选出两名小伙伴送出 就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来参与 那今天出门呢我还是准备带这副最大圈的 因为感觉它跟我的毛衣真的很搭配 OK出门啦 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啊感觉自己熟悉的洛杉矶又回来了 只是忘记戴墨镜出门 好晒 超级无敌美好的一天 我今天是要来看牙医来着 我订了新的牙套 感觉这次做的就刚刚好了 很合适 但是上次我已经把下半个下半个牙齿的那个拿回去了 蛮舒服的 可以给我评论吗 当然 这两天天气好了 已经迫不及待把春天的颜色穿上身了 里面是一个黄色的针织小开衫 然后外面这个短款的粗花泥外套 是浅浅的一个绿色 今天是要带娜娜小朋友去剪毛的日子 他现在这个毛的长度已经长到我自己无法handle的地步了 因为前段时间实在太冷了嘛 所以想说干脆给他留长一点比较保暖 这个小家伙真的挺怕冷的 谁能想到我们并没有赶上今天的appointment 实在是太堵车了 结果呢就没赶上 只能够说reschedule 但是我想着说反正都出来了嘛 香脆呢 Less Hotel这边 买个炸鸡吃一吃 炸鸡也pick up上了 回家吃饭 真的是没想到啊 回国之前居然还有这么多箱可以拆 这拨东西呢也是我这两天陆续收到的 都是我为了要回国制办的一些东西 有这样东西我还蛮期待的 所以想说可以跟你们一起来拆一下 另外这个的话呢就放到最后拆吧 因为我还想要试穿你看看 先来给你们拆这个吧 这个应该是我为了回国买的一个登机双肩包 就你们还记得吗 我的上一次那个Goya的双肩包不是在夏威夷被偷了吗 很是期待它的食物是什么样子的 好大 我想看他大 仿皮面一样的那种设计 但其实应该就是一个防水的布料 是不是看着还不错 上边这一块呢是这种折起来的 有一点像是登山包的那种感觉 怎么样 合还行 这个楼应该是小偷看上去 一眼看上去不屑一顾的类型了吧 而且它整体还挺轻便的 里面还是有不少内袋设计的 而且有专门设计可以放笔记本电脑的地方 这边的小袋子感觉可以刚好把护照什么的塞进去 然后前边呢也还有几个不同的夹层 这边有一个口袋带拉链的 然后侧边还有一个有一个更加大的这种收纳的空间 哇塞 然后这个位置前面居然还有一个带拉链的夹层 超级的实用有没有 我买的时候我记得它是一个 是一个男款来着 不过还有别的空间吧 背后这个位置上面居然还有一个带拉链的 哇塞 这也太好用了吧 而且背后这一块它是比较厚实的 这边是网格的一个设计会比较的透气 买的超级成功 这个我好喜欢 真的就是五六十美金淘到的 开心 OK 然后这两个大家伙的话 你们从体型应该能猜出来是什么 对不对 这是我专门为这次回国买的两个旅行箱 其中一个应该就是那种最大号的尺寸 拖运的行李 然后另外一个稍小一点的 它其实也是一个拖运的size 只不过说 比它的size稍微的小那么一点点 这个牌子的行李箱我还 就我种草蛮久的 哎呦 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 它们的设计就是那种 非常的极简 然后又小清新 尤其是颜色真的实在太好看了 哇塞 这个颜色绝了朋友们 好看吗 这个颜色 粉紫色 太好看了 我原本两个都想要买粉紫色的 但是呢最大号粉紫色就已经断货了 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就买了一个稍小一点的 我很喜欢它一个地方就是你看 多加了一个拉链嘛 你放东西的时候如果把这个拉链打开 这边就是能塞的更多 无形之中就给你多增加了一些放东西的空间这样 轮子这边就都是黑色的颜色 所以总体也是一个black pink的配色呢 然后你看 这边海关锁就在这个位置上 哇扣子什么的非常的重 就很有金属感 很有分量感的一个扣子 OK里边就长这样 同样也全是粉紫色系的 实在是太梦幻了 这边的话它设计的全都是带拉链给你分层的 分层的内袋我还蛮喜欢的耶 这里面是什么 OK还附赠了额外附赠了几个收纳袋 感觉刚好可以用来放鞋子 然后这边里侧也是全封闭式的一个夹层 太棒了 我觉得这种行李箱设计就是你里面放的东西 应该就不会随着它丢来丢去的 然后到处乱跑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有人知道吗 跟大号这支呢它是一个beige 有点奶油色一样奶茶色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看的 这个设计方面的话它跟粉色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 就是不知道它里边内袋的设计呢 会不会不太一样 娜娜果然看到行李箱又往里面挑了 内袋的设计也都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里边呢它用了一些 拼色的设计在里面 里面的颜色看去更有香槟精的一个感觉 小臭闹 小臭闹 你该剪毛了小臭闹 然后黑色的部分它是做了皮质的一个拼接 同样里面也是赠送了两个收纳袋 哇我突然发现它有一个很人性化的地方 就是你手这样子握住这个地方 它做了一个缓充电很柔软的 所以你捏上去的时候特别都舒服 哎呀喜欢喜欢这两个行李箱 太棒了 要不内外这个今天我就先不跟大家拆了吧 但之后有够分享类的主题再来跟你们分享好了 就是我新买的一些内衣 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类的服饰 都是我打算带回国去穿的 之后呢再找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感觉刚刚这波拆箱真的有点累到了 我得去泡个茶来喝一喝 稍微歇一下 老田你要喝茶吗 要 你喝哪个口味的 OK橘色的 那我还是 我喝乌龙吧 杯子 好的 这个真的很香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乌龙 我感觉我都没喝过就乌 我觉得我的乌龙是最好喝的 你们有没有喝过这个 这个是三吨曼他们家新出的那个集容茶的系列 我觉得这个牌子真的有毒 之前他们给我不是PRG了集容咖啡的那个系列吗 然后后来我自己就疯狂的回购 就直到现在都还在无限的回购这种 他给我寄的是一个这种四种味道的综合套装 真的蛮好喝的 你看目前我都喝的其实七七八八了 我觉得他会比 你比如说 就我在超市里买的这种什么茶颜月色的茶包泡出来 真的要好喝很多 乌龙跟红茶这两个东西你就是单独泡它 你不用加任何的东西你都觉得说非常的纯香 它能够很好去保留原茶的那种天然的香味 也不会有一般茶包你泡出来喝到后面那种色色的那种味道 他们这个茶系列的话 其实采取的工艺什么的 就还是跟他们的集容咖啡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长时间的这种低温萃取 跟低温冷冻干燥的技术嘛 做出来一个这种小小的胶囊的样式 携带起来什么的也特别的方便 然后鸳鸯茶咖这一款的话呢 我平时我特别喜欢就是用它来加牛奶 然后再加一点冰块做出来 我觉得就是跟平时外面吃就会点餐点到的鸳鸯奶茶没有什么区别 反正我自己是喝不出来的 而且呢它是零卡 所以你喝起来就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思想方面的负担 反正喜欢喝茶的 或者说喜欢自己在家里面DIY一些低卡奶茶的 我觉得可以去试试他们家这个系列 趁他们PR每次给我gifting的时候呢 都会顺便给我一个折扣码嘛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就可以拿去用 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哇塞 我的车窗外面截的这是霜啊 好冷 我的镜子 他都看不见呢 现在是早上的7点49分 我要去练普拉提 这么早街上真的还没什么车没什么人呢 后面在这里 好多你想起来 好多想要吃 好多想吃 好多想要吃 好多想要吃 哈哈 好多想要吃 ,'' 坐完早上的普拉提整个人都清醒了的感觉 出门的时候 昏昏沉沉的 OK let's go home 我的手都开始抖了 先来吃一个烤地瓜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用家里的空气炸锅 红薯真的特别的好吃 就跟小时候学校门口卖的那种一样 超级香 热热 只要在空气炸锅里面烤个30分钟就好了 啥都不用管 也不用放 我们家现在真的超级无敌的乱给你们看一眼 正是因为要回国嘛 所以呢 又买了一堆东西 然后有很多东西要收的 感觉在回去之前还是得认真的 好好的打扫一下才行 然后今天是周六 也是我们这次回国最后一个周末了 所以这两天呢 真的安排了特别多的事情 一会儿我们先打算出门 对 要去pick up我的新相机 就是前几天我好不容易 抢到的一个 我已经种草了非常久的相机 等了好几天的时间 它都意识着显示那种pending的状态 我就一度很担心它会被砍弹 然后刚才终于收到了短信 说它已经ready了 pick up相机之后呢 我们得再去一趟apple store 我们得去买几个那个air tag 然后把新的笔记本电脑买一下 因为一月份被偷了之后 就一直还没有买新的 再然后的话 应该就是去drop off now 因为它今天终于可以剪毛了 然后last up 我们要去把今年的税务给报了 在上半年要完成的事情 尽量都完成好 然后出门之前呢 再迅速的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非常简单轻松的搭配 耳环还是大的MISOMA 他们近期的那个新的系列 圆圈式的一个耳环 然后这个毛衣呢 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上面这个珍珠链子 是毛衣自带的 并不是一个额外的那种项链 深蓝色的底色吧 然后本身也是比较宽松的 下面穿的这条白色的裤子 就是前两天没有来得及 跟你们分享的呢 新入手的一些内外的单品嘛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拆出来穿了 这个裤子超级无敌的舒服 而且裤型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看的 LV的Nano Speedy OK那这就是今天的搭配啦 出门吧 终于我也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富家子弟 最开始种草呢 也是因为它整个相机的颜值实在太高了 然后后来做了一些功课 发现它整个直出的那个色彩 哇塞 简直完美 而且是银色拼黑色的这个 终于被我买到了 好开心 那个店在哪儿啊 我已经拿好了 好的好的 拜拜 哇塞 这个卡修的CCD 颜色真的好好看 你们看 它有一点点小紧张 在那次的 一会儿就在颠压 你还在颠压 在背 在背 好 哦 果然抱完睡之后是没有时间 再买电脑了 已经饿了 我们买了炸鸡排 超级无敌的大 鸡皮还有猪血缸 还是炸鸡排 然后另外我们还买了鸡皮 下面应该有一个鸡皮 还有猪血糕 我从来没有吃过猪血糕 试试看 再品尝一下 我觉得好吃 这炸弄的 好好吃 鸡皮是不是超级香 就是最来的鸡皮 除了鸡排跟猪血糕 我们还买了非常多的炸串 毕竟来一趟 冬边不容易 还是得满载而归 OK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去接 娜娜 刚好她已经剪好猫了 我很期待她今天把她剪成什么样子 我只祈求她不要被剪上 对 千万千万不要把她剪破皮 好可怜 那么不搞笑 感觉剪完毛眼睛好亮 刚才说 就平时你们给我留那么长的毛 眼睛都美 超纳昂 人家明明是个大眼睛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今天早上其实又已经下过一轮雨了 今年洛杉矶的这个雨水实在是太充沛了 你们感受一下我们后院的这个地砖上面 经过四五六轮这种强降雨之后 现在都长满了青苔 也是绝了 最近一个月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用的口红组合 就是爱马仕的这个润唇膏 就是爱马仕的这个润唇膏 加上他们今年新出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无敌的好看 色号是22 绝在嘴上呢 就是这样 是不是蛮好看 蛮显气色的 OK今天 这身混搭跟叠穿的感觉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裤子是去年就跟你们分享过的那个优衣裤子裤子 我买了三条的那一个 然后呢里边我叠穿了一个白色的针织小背心 小背心的里面是Goelia之前跟你们分享过的那一件针织衫 然后外面搭上了V11 Down的 比较有街头感的这一件针织 帽子原本我是戴了一点那种黑色的 但我突然觉得因为我今天带了很大圈的这种比较夸张一点的耳环嘛 所以我觉得带一个黄色调稍微跟它有一点点呼应的配饰 会更加的合适 而且呢有更加 就更加有春夏感 OK那这就是今天的搭配音 赶紧出门买电脑去吧 我感觉洛杉矶的天气在我们回国之前应该是热不起来了 云层超级伏迹的厚 然后我一直散不走 感觉可能过些天还是得再下雨 我们中午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吃一个brunch 然后现在等他们过来 这家店是在 Melrose上面 感觉吃的人还挺多的 跟这家店都是想要搞不好的 还可以吃的是 这是我的 在这家店进行把发生酸的味道 使用不太调味道 还是能不能吃饰 不太调味道 这个Apple Store好漂亮 电脑终于买好了 这边好像还剩下最后四台 我想要的这个Space Grey的颜色 ok 又从今天的To Do List上面 划掉了一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去第三站 也就是要在回国之前去一趟 Oulets 我们真的已经 我觉得至少有两三年没有去过Oulets 所以今天打算去逛一逛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 然后刚才在苹果店 除了说买了电脑之外呢 还买了一些小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AirTag 我感觉AirTag还是挺有用的 尤其是如果出去旅行跟回国什么的 行李箱 随身行李 随身包什么的里面 都可以塞一个 另外的话呢 还买了这一个 应该是2nd generation的AirPod Pro 今天去试听了一下 感觉效果好像是比一代的Pro呢 要更加的好一些 尤其是在降噪的方面 刚好因为 这个耳机在1月份的时候 也是被偷了嘛 新的电脑 这个电脑14寸的 好像真的是他们在 1、2月份的时候 就悄无声息的就上线了 我一直到最近想说要买新电脑 才发现说出了这一个新款 新款的Pro14寸跟16寸 他们用的就都是M2 Pro的芯片了 我买了一个14寸的 想说毕竟回国还是需要 剪剪视频什么的嘛 一起来跟大家拆箱一下 沉浸式拆箱 然后依然买的是Space Grid 这个颜色 新的这一代 我在店里面比较了一下 他们把这个苹果的logo 好像是做的比 上一代的Pro呢 又更加大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重量 其实比我之前那个13寸的Pro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有的东西软件 各个东西都setup好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回国要用的VPN 我感觉需要多下几个 一方万一 OK先等它更新一下系统 晚一点就去setup好了 那到今天晚上为止 我觉得我们回国前的那个to do list 差不多都快要完成了 工作方面的话我大概就是还要再拍一期视频 再剪一期视频 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天内吧 可以完成 等完成了之后就可以正式的进入打包行李的阶段 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有一点一片空白说 究竟要带些什么东西回去 哦对然后可能还要再figure out一下 现在做核酸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不过总体我觉得应该是会比之前好非常非常多 简单非常多了 真正进入这个倒计时的时间 就我脑子里面偶尔会突然冒出来 在机场终于看到爸妈跟爸妈拥抱在一起的那种场景 还是会抑制不住的特别的激动 然后嘴角也一直上扬 对这次回国真的充满了期待 OK电脑呢也更新的差不多了 所以要不然这期的vlog就到这里结束好了 视频最后再给你们提一嘴 记得要去看Misoma他们最近的这个圈形耳环系列 最后的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然后让我们下期视频 下期吧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